宣布退出民進黨參選 洪恆珠形容自己無奈而堅定 先生蘇嘉璇沒有現身 而是透過辦公室發布新聞稿 重申他反對太太參選 並強調登記參選前 會在持續溝通勸退 洪恆珠說 可以讓他不登記參選的唯一變數 就是蘇嘉璇的姿子蘇振青返鄉參選 民進黨在屏東第一選區已經提名中嘉賓爭取連任 洪恆珠決意參選引發揣測 有人說是蘇嘉刻意安排的旗 就是要確保蘇振青延續政治嚮火 以及蘇家權更遠大的未來 而蘇振青因為還沒有進入不分區安全名單 曾放話不排除參選還辦了多場座談會 展現在地實力意圖明顯 洪恆珠沒把話縮使強調退選與否 完全是蘇振青的動向而定 給民進黨中央出難題 TVBS新聞葉鳳達 屏東報導